自己有时候去做一点山工 拿一点钱 可是他会做一种布施 他是慈祭马来西亚志工郭玉梅 跨海道缅甸去参加发放 他说以前自己是严格犀利的高阶主管 但因为慈祭而转变 2015年无意间听到上人开示 进而熏法香 一直到现在没有中断 让上人讲这样 你的耳根 你会吸收 都好像你不明白 可是你会吸收那种你很喜欢 去找那CD 华文的 就每天播 从原本不会中文 到现在能说能听 最喜欢到处传法 同样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张晓玲 也在九二一大地震那一年 走入慈祭 那一阵也震醒了我 所以从此听上人的话 走入人群 不管遇到什么 一切都是好姻缘 美国慈祭之工张秀珍珍惜25年前 回到金社 见到上人的那一年 可以见到上人 可以亲近上人 这个跟在空中相会 薰法香或者是大海电视台的伐水节目 是不一样的 能够跟上人在同一个时空 是非常欢喜 非常滑喜的 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 不只是有限 一个人无法成就天下时 有想法 需要有人有作法 第三梯的四合一干部金敬言席营 上午圆满完成 上人期许大家 把爱的福田带回家乡 继续为慈祭传法 大海新闻 张君廖学信台中报道